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是一组资讯 第五十六届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团小组赛中 由孙颖莎 王曼玉 王毅迪出战的中国队以3比0战胜马来西亚队 小组赛四战全胜晋级16强 第五十六届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团小组赛中 由凡震东 林高远 梁静坤出战的中国队以3比0战胜泰国队 小组赛四战全胜晋级16强 当地时间四日 2022年 诺贝尔物理学奖备受于法国科学家阿兰阿斯佩 美国科学家约翰克劳泽和奥地利科学家安东蔡林格 以表彰他们在纠缠光子实验 验证违反贝尔布等式和开创量子信息科学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当地时间四日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与中国海军舰艇在太平洋海域再次完成联合巡航 巡航路线经过日本海 白令海等 总里程超过7000海里 当地时间三日 瑞典检察院宣布封锁北溪天然气管道泄露点附近海域 并展开刑事调查 截至三日晚 飓风伊恩已在美国造成105人死亡 其中佛罗里达州101人 北卡罗莱纳州4人 接下来是服务信息 202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正式报名开始 5日至25日 考生可登陆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平台进行报名 中央气象台4日18时继续发布寒潮蓝色预警 受强冷空气影响 预计4日20时至6日20时 江淮南部 江汉南部 江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降温6至10摄氏度 其中湖南大部 江西大部 浙江西部 贵州东北部 福建西北部等地大部降温12至16摄氏度 局地降温幅度可达18摄氏度以上 中央气象台预计 4日20时至5日20时 四川盆地东北部 陕西东南部 河南中南部 山西南部 湖北北部 安徽北部 云南北部 江苏西部 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道大雨 其中四川盆地东北部 重庆北部 河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西方准够连游ổ曾经在天津下湿市市厨料 西方者数条好 西方导致 浬rs 准央北部 黎汾乺替时 谢谢大家